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宣布 将亲自赴英国参加6月11日至13日举行的 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高峰会 以及6月1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盟国峰会 和随后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 今年的G7峰会将聚焦于协调方式 以促进国际规则及人权、民主和性别平等 特鲁多说 全球领会需要汇聚一堂 应对目前和未来全世界面对的挑战 加拿大将与国际伙伴继续合作 以保障民众健康、创造就业机会 帮助中产阶级成长、应对气候变化 并加强民主价值观 在加拿大欧盟峰会期间 特鲁多将会晤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商讨进一步合作的领域 总理办公室称 特鲁多与随行代表团将在出访期间 中转和回程时严格遵守卫生指引和程序 加拿大首席医疗官谭勇士医生指 他没有参与特鲁多行程的计划过程 但随行的代表团可向加拿大公众卫生局 成交计划以便审查 他强调 所有加拿大民众在回国时 必须遵从检疫规定 加拿大联邦外长加诺 上月前往欧洲参加G7部长级会议 并在回程时入住一家酒店进行隔离检疫 按照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规定 从周五开始 拒绝接受新冠检测 或拒绝入住隔离酒店的国际航空乘客 将被罚款5000元 如同时违反两项规定 将合共被罚款1万元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 从4月14日至5月24日期间 有超过1000名入境旅客 应拒绝入住隔离酒店而被罚款 有超过400人 应没进行登机前 或入境时要求的病毒检测而受罚 从今年2月22日起 加拿大政府规定 经机场入境的旅客 必须接受病毒检测 并自理2000元费用 在指定酒店接受三天隔离 等待检测结果 然后回家完成余下的隔离期 这项只针对航空入境旅客的检疫措施 本月21日到期 联邦卫生部长凯杜尚未表示 是否停止实行该措施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宣布 将会亲自赴英国参加 6月11日至13日举行的 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高峰会 以及6月14日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北约盟国峰会 以及随后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 今年的诸七峰会 将会聚焦于协调方式 以促进国际规则和人权 民主和识别平等 杜鲁多说 全球领袖需要汇聚一堂 应对目前和未来全世界面对的挑战 加拿大将会与国际伙伴继续合作 以保障民众的健康 创造就业机会 帮助中产阶级成长 应对气候变化 并加强民主价值观 在加拿大欧盟峰会期间 杜鲁多将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商讨进一步合作的领域 总理办公室称 杜鲁多将会与随行的代表团 将在出访期间 中转和回程时 严格专守卫生指引和程序 加拿大首席卫生官 陶明施医生指 他没有参与 杜鲁多行程的计划过程 但随行的代表团 可向加拿大公众卫生局 呈交计划以便审查 他强调所有加拿大民众 在回国时必须专守检疫规定 加拿大联邦外长加洛 上个月前往欧洲 参加诸七部长级会议 并在回程的时候 入住了一间酒店 进行隔离检疫 按照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规定 在星期五开始 拒绝接受新冠检测 或者拒绝入住隔离酒店的 国际航空乘客 将会被罚款5000元 如果同时违反两项规定 将会合共被罚1万元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 从4月14日至5月24日期间 有超过1000名入境旅客 因为拒绝入住隔离酒店 而被罚款 有超过400人 因为没有进行登机前 或者入境时要求的 病毒检测而受罚 从今年2月22日起 加拿大政府规定 经机场入境的旅客 必须接受病毒检测 并治理2000元费用 在制定的酒店 接受3天的隔离 等待检测结果 然后回家完成 静低的隔离期 这项指针对航空入境的旅客 检疫措施本月21日到期 联邦卫生部长海道 尚未表示 是否停止实行该措施